今天这节课给大家讲一个一个五封视频 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效果吧 美满同学们 注重视频的话 我中间用的是视频 你们用你们自己的照片 或者你们拍一段 你们自己都可以去做 好不好 来视频照片都可以 来现在我们需要准备的就是 如果你要练手的话 肯定就是先准备一段视频或者照片 然后准备一张白色的 就准备一段视频就行了 像这些的话 其实这个都是在素材库里面可以找得到 我先教你们制作一下 首先我们第一步 同样是点击这个开始创作 来到我们的素材库 素材库里面 我去找到一张白底的照片 热门里面 我去找到一张白底的照片 给它进行个添加 好吧 那么添加进到来之后 这个素材呢 我要做一个素评的效果 所以说要点击比例 比例调整成9B16 这是抖音的通用全屏尺寸 那么这时候选中一下这个素材 我们可以通过手指扩大的方式 让它铺满全屏 你看这个白底是不是就有了 第二个 我们可以通过画中画 新增画中画的方式 然后同样在素材库里面找 我现在是教你们找素材练手 你们自己用自己的素材都可以 素材库里面 我用的是一个古风 古风小姐姐 我们就打一个古风 古风美女 看没有 那这里有歌是各样的素材 是不是 你可以选一个 选一个来用 那么我做的是素评 我们找一个素评的 如果你想做横评的 那你就找一个横评的 好吧 来 我找的是这个 选中这个素材 给它进行个添加 我们听听 这个音乐还可以 我就用这个音乐 如果你们不想要这个音乐 你也可以点选中这个素材 找到这个音量 把这个音乐关掉之后 拉到零 重新自己去添加自己喜欢的音乐 我就用这个音乐 我就用这个音乐 弄上下两个照片要一样的大小 选中这个 上下两个素材长度要一样 选中这个素材 我们直接给它往后拉 拉到 两个素材长度一定要一样 我就以这个素材的长度为准 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个素材长了 你也可以把这个缩短 这个没所谓的 看你自己的需求 来 素材一定要一样 要不然你看又会出现了黑屏 这个长了 我们给它往前推推 来看一下 又太短了 看一下 OK没有 一样对起 像有些时候你这样对不起的话 你可以通过手指扩大方式 你这样就可以看得到 是不是一样长的 来你可以选择 我可以选择把这个往前推 变短一点 都是OK的 看一下 来一样的长度 缩小 这样太长了 你不是很方便操作来讲 那么现在这个照片 是不是太大了 选中它 我把这个照片稍微缩小一点 放到中间来 好吧放到中间这里来 就这么大 来这么大 差不多吧 这么大 这么大 我要给它做出一个立体 立体像 来放到中间 也要给它做出一个立体像册的感觉 所以说我先把这个素材呢 要给它进行一个 这个一个边角不好看 我要给它做成圆角 圆角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叫做蒙板的功能 选中这个人物 点击蒙板 蒙板我们点击这个矩形蒙板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矩形蒙板 这样给它扩大 好不好 这样给它拉宽 把你想要的地方造出来就行了 可以移动这个蒙板的效果 把你想要的地方给它造出来 来 整个造出来 我看一下 在这里 拉到前面来 你可以扩宽 看没有 和这里 正好 反正就是这个蒙板的长度呢 要正好把这个人 把这个照片造住 这样你认为合适就行了 太窄了一点点 好 那么这里 圆角的话 就上面这有一个符号 看没有 像扇形一样的 我们给它拉一下 你看它边角 是不是就边圆了 就没那么锋利 这样看起来就更加的柔和 然后这个地方 给它打一个对勾 来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这时候你 取消了之后 现在你可以选拥它 如果这个素材 你觉得小了的话 你还可以选拥它 这样给它进行调整 你可以再次放大 这样去放大它 把这个照片相当于给它 这个照片给它放大一点点 那么现在是第一步 我要 我要给这个做出一个立体感 所以说我要做出一个阴影 给这个视频做出一个阴影 我们就选拥它 找到下方 这个叫做复制的功能 复制 然后两个一模一样的 我把这个第二层到第三个层 给它拖下来 拖到这里来对齐 来看一下 来 拖到这里 拖到这里对齐 之后 同学们 我们呢 现在要把中间这个 这两个视频是重叠在一起的 对吧 一模一样的 我把中间这个给它替换掉 选中它之后 就第二层的这个视频 选中它之后 找到下方 有个叫做替换的功能 同学们 点击替换好 替换我们用一张黑色的照片来替换它 点击这个素材 这个素材困里面 我的在热门里面 你们去找一下都有的 来选中它 然后呢 我要用这个黑色的照片来替换掉这个视频 视频 好不好 这样做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加好看 来 这时候我们要做黑影嘛 你看它是不是横着的 我们选中它之后 找到这个编辑功能 然后找到一个旋转 你看 我就旋转过来 对不对 旋转过来之后 来 把这个挪一挪 往下挪一挪 放到这里来 我要做出一个阴影 然后呢 返回 这时候它没有阴影 这样看起来就是 效果不好 我们再点一下下方的这个蒙板 点一下蒙板 好不好 我们刚刚是对这个视频 是不是用过蒙板 然后我们要拉一拉 这个羽化 这两个键头要羽化 让它稍微有一点点阴影的感觉出来 来看一下 不要拉多 拉一丁点 拉太多 等一下效果不好看了 拉一丁点 好 这样差不多 打个对钢 好吧 先打完对钢之后 我们这个素材啊 来 这时候这个照片 就是这个黑影 你可以稍微给它放大 先不要放大 因为先放大 等一下你不好 你让鱼化更难了 然后这样 再放 这个样子是不是就有一个阴影的效果出来呢 那我们再给它进行一些修饰 好不好 比如说返回 我可以在这里面给它加上一个印章 来 文字 新建文本 打上字 比如说 半生恨 对不对 就打一些应景的文字 或者打上你自己的名字 这些都是可以的 半生恨 我随便教你们打一个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我们点一下样式 好吧 点一下样式之后 把它进行竖排排列 好 竖排排列 竖排 然后呢 文字样式 字体改一下 我改成一个书法的毛笔体 毛笔体 这个效果就有了 把它放到这个位置 把它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再调一下这个样式里面的颜色 字体颜色 你把它调成红色什么 什么色都可以 好 更进自己的需求 然后这里有个文字 文字版式 然后呢 去找到一个气泡后面 这里面功能其实真的挺多的 点击这个气泡 这里是不是 这个就印章的感觉来了 打个对勾 这个太大了 这个字 我们可以稍微说一说 来 等一下 选中它之后 稍微说一说 把这个文字 给它变小一点点 放到合适为止 斜了 太大了 可以往中间 稍微说一说 捏小弹就行了 放到这个 还是太大了 我觉得 放到这里 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文字呢 这个文字呢 把这个贴子 这是一个气泡文字 给它拉到底 文字后面才会出现 来 然后呢 上方同学们 上方我们给它 加一株这个 加一株这个桃花 也是在贴子里面 点击添加贴子 然后你可以这里搜索 桃花 樱花 梅花 都可以的 我们搜过桃花吧 桃花 然后点一下搜索 这时候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花枝 就出到来了 对不对 你可以选一个 你喜欢的桃花梅花 好像我那个 做的是一个梅花吧 选一个梅花吧 梅花都可以的 梅花搜索一下 想要什么 你可以在里面 搜索有很多素材的 比如说你觉得 这个好看 你就可以选中 这个素材 然后呢 关闭掉它 给它放到 核色位置 这样给它放大一点 拉大 这个小桩块 可以拉大的 然后你可以稍微 这样往上提 这样就可以旋转 我们给它 放到这个位置 稍微再大一点 放大 这样 打个对钩 然后这个贴子 也记得要拉到尾巴 整个给它对齐 素材尾巴 一定要对齐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在中间 给它加点特效 你看有花瓣 我们给它加点花瓣 翻回 然后呢 通过 通过这个特效的功能 然后画面特效 里面给它加上 这个自然里面 好吧 我去找这个自然的分类 自然里面 我给它加上这个 嗯 花 若银吧 这个若银 打个对钩 然后这个特效呢 记得一定要拉长到尾巴 对齐 然后这个特效 你看没有 这个若银 你现在看不到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作用对象啊 这个作用对象啊 它是作用到主视频的 就作用到这个白子上 你看不清楚 好 来 我们选中这个特效 点一下 作用对象 我是不是应该把樱花 放到这个上面 放到这个人物上面 人物视频 我就点击这个画中画 你看一下 现在 那是若银的效果 来 那么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 好不好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再见 同学们